好,谢谢文英 能听见吧,confirm一下 可以 好,非常感谢文英 文英我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 而且关于这个topic 我们在实际上是在直觉跳动 我跟文英就记不记得 我们就关起门来多次讨论 对吧,到底深度模型在做什么 有没有更加fundamental的方式 进行理解 其实我们的理解并不只是为了理解 我们理解是为了更进一步 知道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还能怎么改进 这是我们当初跟文英在 记得还在硅谷 最后一次见面 专门就是讨花了两个小时 在讨论这些事情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过去这十年 深度网络整个席卷天下 大家很多 不光是对技术产业都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那么对于理论 对于学术研究 也是做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对象 在进行研究 就是到底理解它之后的理论 那么这个 我们现在很多的绝大部分的理论 对吧 大家看到 基本上成千上万篇文章 在把深度网络 不同的网络都提出来 这样的Net 这样的Net 基本上Google每年都会提出不同的Net 对不对 确实带来很多excitement 当然也带来很多困惑 对吧 到底哪个是对的呢 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呢 对不对 到底MLP比CNN好 还是CNN比这个Transformer好 还是Transformer比MLP好 对不对 到底哪种结构又更好呢 是最后是谁的计算机快 数据多 赢了呢 还是到底是这些结构 这些网络本身有什么神奇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是我们做理论的 或者是做研究的人 很希望搞明白的 但我很喜欢费曼的一句话 对不对 就是一件事情如果我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数学了 对吧 一件事情我如果没法 从头到尾推出来的话 我就理解不了它 所以这也是这样子一个 我也是这么一个习惯 希望这件事情能不能推导出来 所以就是今天的这个topic 叫first principle 就说一切东西from scratch 讲一讲这个当时是 实际上去年暑假 我跟文英 前年暑假 我跟文英讨论过之后呢 到秋天的时候 我去了一趟纽约 专门跟Yana Kong在聊这个事情 当时我们在一起 就写个proposal 当时就聊到的整个一个下午 讨论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深度模型 很神奇 但是它到底在做什么 它在优化什么 对 但是Yana Kong 到底不太清楚 我们有些猜测 就跟文英刚才讲到的 所以我们都有很多的hunch 对吧 肯定是在高维数据里面 造一些结构 对吧 分类剧类等等 那么它到底在做什么呢 数学上能不能把它讲清楚 讲严格 这是我们当时讨论 所以后来 这个回来之后呢 正好又遇到这个pandemic 对不对 这个疫情 那么我就被封在家里 所以过去这两年基本上就在做这个事情 正好有这么一事 这是唯一的这个疫情间 come out of the good thing 我们在这个过程研究过程中 突然发现一些问题 虽然你看过去时间 大家都在研究这样的网络 网络中间不同的结构 对吧 reluer在干什么 dropout在干什么 normalization在干什么 对吧 等等等等 不同的地方 那么最后回到头来 我们后来发现这样子不行 因为这样子这个网络千变万化 对不对 就跟这个就说 这个这个我们的武术一样 对吧 招数千变万化 你不能每一招都去研究 所以就回到一个本质 到底深度学习在干什么 我们开始问一些自己 让你自己很难受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research的一些开始 深度学习到底要干什么 好 这时候再问一个本质的问题 我们先把深度学习放在一边 到底学习要干什么 我们要从数据里面学什么 对吧 那么好 我们开始就回到问题的本源 Data analysis Data science 我们到底要从数据里面学什么 实际上从模式识别 机器学习开始 我们对数据就有很基本的任务 我们要对数据进行剧类和分类 对吧 好 这个就接着再问一个 那你很不高兴的问题 很 annoying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拘类分类 对不对 有时候就这么几个为什么 就开始把你朝正确的方向 就是说你拘类分类肯定要 一定是要什么 你得到什么东西 对不对 什么东西你能做得更好 那到底是什么呢 能不能把它写出来 put down formulate 对不起 今天因为我是用 这是基本第一次用中文讲 有些很多在技术上的一些词语 或者是会未必那么表达那么精确 这是我这个如果不太清楚的话 如果对英文好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网上 如果能够access youtube 我前几周在这个 收集成东老师邀请 在哈佛这个math department给了一个talk 网上他们record 我觉得还不错 他们的质量还不错 所以对英文好的同学可以去听一听这个 对 好 那么你想 那么就是说你怎么去measure你分类和剧类 到底得到什么 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一个更基本的 这就回到我们十五年前做过同样的问题 问过同样的问题 那就是分类和剧类 使得我们对数据做更compact的表述 压缩 好 对 今天我会先讲一讲这件事情 先不讲深度学习 然后你会发现他的联系是多么的fantamental 但是我们能把数据的分类剧类做得不错 理解他到底在干什么的时候 怎么去measure他的好坏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当我们再要对数据分类剧类完了之后 我要对他进行做一个更好的表达 如果这数据在一条线上 对吧 在一条曲线上 我要得到一个更parametric的compact model 我们把它叫做replantation 或者feature learning whatever you call it 对不对 好 在做这件事情就有了原则 就有了原理 对 我们把它 那么其中一个原理 我们最近发现 对怎么比较不同的replantation 不同的feature 哪个好哪个坏 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最basic概念 就是说 整体的编码量和局部的编量量的差 谁大 谁好 那么有了这个目的之后 当你明白你到底要干什么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深度网络变成 只是变成一个手段 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它会很自然 真的就commodel it 好 我们就看 实际上就是去优化这个量 因为如此 这件事情就很比较有趣 对不对 确实变得比较fondamental了 对 就是有点 我把它叫做一个潘多拉盒子就打开了 因为它就把深度模型 深度学习 建立在一个非常严格的数学基础上 你可以问所有的问题 你关于深度模型 深度学习的问题 都变成严格的数学问题 对 待会儿我们可以看 很多的open的问题 所以我们先忘掉深度学习 深度模型 对不对 我们先想想数据 data science到底要做什么 我们有很多高位的数据图像 声音等等 那么都有各种的意义 分成各种类 对不对 苹果和橘子可以分开 对不对 图像可以分开 那么它一定是每一类的数据 它一定在这个高位空间中 在一个低维的流行 或者低维的分布上 对吧 那么好 不同的类 那就在不同的流行 不同的分布 整个机器学习就是要学 到底谁是谁 这些结构找到 那么不管现在 machine learning 成千上面的文章 Google每年会告诉你不同的名字 对不对 万变不离其中 对吧 所有现在基于数据的AI 或者是机器学习 离不开下面这三件事情 OK 不管它取多么fancy的名字 说自己多么的智能 对不对 第一 在做interpolation 数据插子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的数据不同数据 到底哪个跟我像 说白了 对吧 你的neighbor是什么 对 怎么把它聚在一起 哪些该聚在一起 哪些不应该聚在一起 如此而已 对 当你这件事情做得不错的时候 你可以变得稍微大胆一点 当新的数据进来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我 那么这个数据到底属于哪一个 跟哪一类 跟哪一图 跟哪个group 更相似 这就是分类问题 对吧 不管你把它superize 还这么多 当你这两件事情都理解的不错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对你的数据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你可以开始把它表达的更好 对不对 我可以分类一条曲线 一个曲面 等等 好 这就叫representation的问题 或者叫feature 那么十年前深度学习过了 对不对 就是他出来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先忘掉这个事情 我们不要去关心数据太多 对吧 我们先去把这个数据跟他的label class label 直接建立一个直接的联系 通过一个神经网络来predict这些labelclass 对吧 他把所有的事情集中在了一起 这件事情做有一个好处 从实践来讲 他把很多事情简化了 对不对 我只需要把这个mapping学到 通过大量的数据学到就好 所以为什么一下子变得非常popular 所以那么这件事情变得简单 就是说那么我为了学习这件事情 只需要我的网络的输出 跟我的label外尽量接近就好 对不对 那么一个比较lateral的量 最常用的量就是cross entropy 说白了就是说输出的量 跟这个label尽量的相关 就是这个cross entropy 带来了很多的非常了不起的 对吧 技术的前进 对 推动了整个AI产业的发展 对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做研究大家都清楚 心里都是发毛的 为什么 对吧 有几件事情 第一 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足够大的时候 实际上 它可以fait这颗输出 对不对 你可以把像素 任意的arbitrary swap 或者把那个label arbitrary变成 把老虎变成苹果 它都可以fait perfect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知道 那第二 即使label是对的 你学完了这个网络 训练这个网络 它内部的这些 node到底在干什么 你也不清楚 它这统计和几个意义都不清楚 第三 实际上 对不对 虽然现在大家都说 深度学习 或者说的网络很厉害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真的严格用的时候 我用到vision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实际上它并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那么好 在一些严格当中 也需要 比如说你的网络 它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弩 对吧 很少的一点perturbation 它的输入输出会变化很大 另外呢 实际上真的是 实际上 这既是highly engineer的网络 对吧 很小的deformation 它实际上并不对 translation rotation 他只在一些测试数据上 性能还不错 你要这严格去测试的话 它实际上很糟糕的 对 所以这就是出现很大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还有当然从概念的角度 更糟糕的是 我即使学到这个网络 它并不告诉我 这个数据内在的结构 我到底学到什么 那么也有很多理论 希望去解释 深度模型到底在干什么 对吧 其中一个理论叫做 这个information bottleneck 就是说大概很可能生物网络 就在从数据里面抓一些feature 跟这个label predict the label 最相关的这个feature 同时呢 把这些所有不相关的信息 都给扔掉 就是Z和X的这个 mutual information 尽量小 Z的这个feature 跟那个label的 mutual information 尽量大 就叫information bottleneck 对吧 但这件事情也有问题 它虽然从一定程度上 能够解释 现有的一些神经网络的 一些现象 对吧 但是它问题在哪里呢 它实际上也只是说 我抓出来的feature 只跟label有关 如果label是错的呢 或者是如果我改变一个task 对吧 我的task改变了 那么学说的feature 这整个分析过程 全部都要改 对不对 它是非常task dependent的 实际上还有一个bigger elephant 大家不讲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first principle非常重要 大家可能现在看的nips的文章 或者神仲寺文章 大家都知道 这下来就是 Information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对不对 我们要去maximize 这个neutral information minimize这个distance skill divergence 这个distance 这个divergence 这个minimize这个entropy 对不对 它是要从计算的角度 当你第二位是high 高维数据的时候 对不对 这些计算 这些量本身是不可算的 你没法精确去estimate这些量 第二 当你的数据有低维的结构的时候 这些量甚至在数学意义上 根本就没有定义 OK 还别说你根本就没有这些分布 你只有它的finite samples 那请大家闷心自问 你们到底在算什么 OK 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个 大家一看的很多的nips的文章 都是这样 对不对 开始一个很漂亮的 intervention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它马上就开始进市 这些东西应该independent 这个东西应该 我们要取一个virtional bump 我们在oprosby的一把 对不对 对吧 到了最后走两三步之后 你就完全不知道 跟原来的后面的信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联系了 但你怎么能够提供任何指导呢 对不对 实际上这件事情 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看到了 遇到了 在深度学习之前 我们都发现 即使你做一个很简单的假设 你的数据在高维空间的一些 纸空间 还不是纸流型 线性纸空间上面 你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存在 对吧 你不能pretend 你的数据的分布 是一些generate的分布 对吧 你必须得直接的对付 这些低微结构 degeneracy 怎么做呢 在不违反这些 general的statistical 或的principle的前提下 怎么去对付这些degeneracy 这是我们十几年前 在GPCA里面 就专门对付过这件事情 那我今天先讲一讲 待会会看到 它跟深度学习的 完全紧密的联系 那么我们先讲 这个interpretation 数据聚类 很简单 对吧 我数据像这样子 对吧 有多多多多块 我把它聚起来 对不对 相似相似 相似的点聚量起来 那么大家学统计都知道 对吧 我怎么做 对吧 统计任何的数量都可以想 我们把它model成一个 mixed distribution 每个component 每个component的PTJ Pi等等 好 然后怎么去解呢 我们用maximal likelihood 对不对 那么其中的方法 就叫EM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对吧 大家就回去看看 90年代 Hinton就在干这个事 OK 那时候来 现在大家都不怎么做了 为什么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事情 对不对 我们在做 当你在处理 在低位结构的时候 可以 当你的distribution 很generated是可以 对不对 这些support都是很generated 当你的数据 是低位结构的时候 这个整个就forward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maximal likelihood is not even defined in the space so what is computing nobody does this 但是我们就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在做图像分类 俱类的时候 就遇到分割的时候 就遇到这个问题 对吧 现有的这些分构 并不work 我们当时就想到 那么我们到底 为什么要分类呢 图像为什么要分成不同块呢 对不对 分肯定是要有什么好处吧 好 那么比如说这两块 很简单 你只知道X和Y 是两个生意 对不对 如果我不分 我把它装在一个袋子里 我要的袋子就这么大 对不对 如果我如果分正确了 运气好 分开了 X和Y分开了 对不对 那每个我只需要一个 很小的袋子把它装起来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压缩的概念 不管你用什么去measure 不管是用dimension volume 当然我们是计算机科学家 对吧 我们又喜欢用bits 就算是一个currency 我来比较大小 好 当我把数据放在一起 我需要多少个binary bits 把它存起来 还是把它分开 用的bits 如果少我就把它分开 不少 不减少 我就不准分开 对吧 所以整个就变成一个 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对吧 我都之所以分类 我就是为了把数据压缩的更好 所以亚里斯多德说过这句话 对不对 对 The goal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 parts 对不对 好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 那么每给我一个数据 我怎么去measure 对不对 它的volume到底是多少 它的bits是多少 对不对 这就是information theory 就告诉我们 包括还有数学里面 叫metrical entropy 在60年代非常热的一个领域 对不对 就是measure 我的数据在不同的空间中 有多少个需要多少bits 把它 好 其中一件事情 就叫quantization 为什么呢 我要把个连续的数 变成一个finite bits的话 我必须要有 允许我一个误差 对吧 就只要给我一个precision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数据 进次到 那么就可以用finite bits 把它存下来 那么turns out 这是一套整个的领域 对不对 其中我们当然就借用 这里面的一些结果 当你的数据是高斯分布的时候 或者你的数据在低微 中间的时候 turns out有一个非常 magical的expression 对 rate distortion in general是不能算的 也是npr 但是当你的数据是高斯 或者低微结构 低微纸空间的时候 它是有close form solution 就是这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非常神奇 我们整个套都会跟它有关 先记住 所以它就是一个log determined of some covariance matrix 记住一下它的大概的形式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一把秤 或一个measure 对不对 你给我一套数据 我就告诉你 你需要多少个bets 就这样 需要付多少钱 把它存下来 好 那么整个的数据压缩 数据classroom 就变成个数据压缩的问题 对吧 我要把数据一个x 分成x1和x2的话 那么一定它分开之后的压缩的量 用的bets要少 对 比如说我为什么要分开这个数据 这样分开 或者是这个数据要分成这两块 那么分别存的话 我得到的编码量更小 就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在07年的时候就玩过这样 这个就是 但是这件事情 只是给了我一个measure 我可以compare 你给我一个segment 你给我一个cluster 我可以告诉你谁好谁坏 对不对 但是怎么分 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怎么分本身还是个componatory的问题 因为给我一坨数据 它的分法可以无穷多重 对吧 componatory指数增长 好 那么但是当时我们就发现这个量啊 非常的神奇 非常的准 所以就让可以让你做一些 就是说很规理的事情 你可以把数据每个点都分开 开始分开 然后你只把两两merge 如果merge能够省这个bit 你就把merge 就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律算法 就是parallet算法 当时是一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多神奇 对不对 就是说你看数据在很高的噪声 很多的outline 50% 它都能把地位结构给找到 对不对 而且随着这个quantensation error 的变化 它可以有很神奇的face transition的变化 就从水变成蒸汽变成冰等等 很有趣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些都是很看到的现象 都没有严格的数学证 如果数学好 同学可以去研究一下 但当时我们很happy 为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是在当时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数据压缩的算法 就已经得到了state of art in-segmentation 大家知道in-segmentation 本身大家做了十几二十年 对不对 大量的heuristic去做这个事情 parallet你就做最objective的 没有任何supervision 就能得到state of art in-segmentation 但大家知道 就是09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快的深度学习就来了 对不对 大家现在都开始做supervised 的segmentation 实际上说在我看来是变难了 但现在又有趋势 大家开始回来做unsupervised 当我们能够具类做得不错的时候 我们看来做做分类 对不对 我们胆子大一点了 我知道哪一坨是在一起的 好 那么新的数据进来 我就可以看看它到底属于哪一类 那你又怎么做呢 在传统的统计的书上 大家都会这么讲 对吧 Exactly 我们又把这个数据分 调整一个 mixture of distribution 然后做maximum likelihood 对不对 或者maximum posterior 对吧 去算哪个量最大 对吧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大家觉得没有 对吧 这是在课堂上都是这么教的 所有的统计课堂都这么教的 对不对 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做这个事 OK Everybody talks about this Nobody does this 对不对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Again 这些 likelihood is not well defined 尤其是当你的数据是有低微结构 它的measure是zero 对吧 所以在实际中大家都用来试炼 或者用神经网络 对不对 好好问问自己 当大家要开始 经常问问自己 最不舒服的问题 多问两次 你就会找到正确的方向 当时实际上我们也问了这个问题 这就在我在微软亚这个医院的时候 跟沈向阳海拖做做的这个事情 当时也就问了这每个 那你到底怎么做呢 这个事情 对不对 这个max那个会不work 那好 我们就回到又回到编码量 那你在不同的这个segment 对不同的cluster 它如果你要把它归于某一个cluster 那么我们就说 那么这个cluster能够对新的数据 做出解释 包进来之后 它增加的编码量应该最小 就是说哪一坨数据 能够解释 用最少的bits 解释新的数据 我就把你归给它 所以这就是law of parsimally 对不对 就是奥坎姆剃刀 对吧 就是这个一个体现 这个我们就完全变成一个bin counter 对不对 就是你的bit多一个 我就给你 少一个我就给你 就是对吧 所以这就是first principle 这由不得你一直转移的 这是一个客观的点 谁少 那么你看这个很打义务对吧 甚至Vanina的这种一个classifier 这个bin counter 这么粗糙的东西 实际上它做的the best ever 对吧 你可以数据上研究去证明 当你的数据量三数go to infinity的时候 它正好做的就是regulized map 它就在优化这些like code 而且当你的数据有degenerate的时候 它自动把它给regulized 而且它还加了一下 这项目当时我们没有太明白 只是知道它跟这个模型的维度有关 对当你的likehood 比如我这个数据对吧 它属于这一类和这一类 它likehood相等 所以我该怎么办 那么这个判据会说 那你就分给那个 它的几何的dimension更大的内容 反正有道理对吧 你胖一点我就分给你 对不对 在其他医护的情况下 对不对 好待会我们回看 这一项上非常神奇 当时我们都也没有太理解 当时发了一篇Nips的文章 这个是 而且当时看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这是我们当时第一次看到的 那么这一个简单的classifier 它实际上就已经把数据的低微结构学到了 而且把它用起来了 对吧 它得到的这个classification boundary 是一个真正的外差的 通过结构来外差的一个classifier 你看根本就没有 这边根本就没有sample 但是它得到的classifier 它学到的是一个低微的结构 它会把这整个给 extrapolate到这边 而near's neighbor或者svn没有这个现象 对 它没有通过这个低微结构去 extrapolate 所以当时是我们觉得这件事情确实在做正确的事情 对吧 而且大家都觉得认可 但是有两个问题 对吧 不好用 为什么呢 第一 实际上这是个lump parametric的classifier 对吧 为了算这个编码量 你得用数据去算数据的编码量 第二 对吧 记不记得这个lock determinants实际上是对高斯或者低微 低微值空间很准 当我的数据有非线性结构呢 对吧 当时我们说你可以用用kernel对不对 但是比较washwash 对吧 对吧 也不是很严格 但是确实我们就用了kernel 就把当初把lulet给beat掉了 你可以去看原来数据对吧 当时比lulet就好 用这个事情 当然后来大家不关注这些事情 就不讲了 但当时我们觉得反正这些事情做对了对吧 这是有没有用呢 我们再说 那就回到现在 十五年过去了 对吧 我们又回来看看 当我允许我 这是我们数据的解释数据 对吧 数据自己在区内 数据自己在分类 根据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区内 当我允许你对数据进行变换的时候 比如说做一个transformation的时候 上升可以喊喊 我的自由度大了 哪些事情可以发生呢 第一 我原来就不知道我数据是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fit一个primetric model 希望更compact 对吧 第二 如果我数据是分线性的 那我可不可以通过这个变化 把它变成线性呢 对吧 想一想 第三 为什么线性 因为线性我可以做差值 容易啊 对不对 第三 我还可以偷偷的塞点我自己想要的事情 因为我往往做分类巨类 对不对 那么同一类 如果数据在原空间分的两个很近 对吧 苹果跟苹果里长得太近了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 把它这两个feature给它拉开呢 它以后的generization更好 对不对 所以尽量把这个表达变得discriminate 那就回来回来 当然你可以写下来 问题就是那什么是一个好的orientation 那你就 我们怎么工作就是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做太heuristic东西 你想法可以heuristic 但你写下来要做的时候 你把它严格化 write down your wishlist 对不对 precisely what you want 当我允许我对数据X做一个变换的时候 那我想要改 那么很简单 同一类的数据 我想让它尽量的可压缩在一起 对不对 在一个低纬的限性值空间上面 不同类的数据尽量的拉开 越正教越好 越开越好 对不对 第二第三 每一类的feature我希望越rich越好 为什么 你得告诉我 比如说苹果跟其他的类区分所有的characteristic 比如苹果和橘子分开 我不能只记住color对不对 还有形状 还有叶子 海边上有些计算机也叫苹果 对不对 所以你要告诉我所有的这一类数据 这类数据跟其他类分开的所有的可能 所以我们叫做diverse rich 那么cross entropy实际上没有这个性现象 对吧 这个最近呢 Dollerho他们主力的工作 发现如果你用cross entropy训练的话 每一类的这个feature会变成异伪 它会collapse 但是我们可能还可以看到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wishless 我要找这样的reputation 那我们怎么去找 怎么去算 那么记得记得 这个我能够对数据X 我有很多很多sample 我能做一个变换 对吧 我们先不管这个变换怎么来 你现在可以把它想成一个神经网络 对吧 变成Z 那么我怎么去判断这个Z的好坏呢 对吧 我可以选择不同的θ就是不同的Z 对不对 哪个好呢 告诉我 给我个量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知道 你给我一个dimension d 这是我的space 我可以map我的feature 从底下来 我可以就measure我所有的feature 不管什么类 所有的类在一起 所有的feature 我尽量让它的space量大 对不对 把整个空间利用起来 对吧 那么这些feature它的volume我可以算 它zero order的geometry可以算算吧 对吧 它正好就是它的编码量 对不对 记不记得 对吧 这个ready distortion就告诉我 你这个数据 这些feature 所有的feature 它spine的space是多大 这个可以记下来 当我的数据有内在的 有低微结构的时候 对不对 如果我能把它分好 分成Z到K类的话 那么每一类我用的数据量 编码量就小了 对不对 所以平均来说 这个K个class 平均的编码量就是这个表达式 别问 这个看起来很复杂 实际上很简单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这个同样的expression 只是我用pipe 告诉我这个Z里面的哪一部分 属于J这个class 好吧 对吧 就是数学 Jij 就是I sample belongs to J's class That's it 就是一个编码 所以它的就是这些 分成这个绿色的分成几块之后的 平均编码量而已 没有什么其他的动作 对吧 好 所以好 我能对整体的volume measure一下 我能对局部的大概平均的每块多大 我也能measure一下 那好 那我就可以计算 记不记得 我们不同的类 我希望它张得越开越好 对不对 同一类 我希望把它压得越紧越好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所以很简单 就是中国最传统的philosophy 对不对 同性相吸 异性相次 对不对 那好 就回到 那么我就 这个整体减去局部 越大也好 对吧 整体张得越开 局部压力越紧 就这么简单 Expand all features as large as possible Compress each class as small as possible 就这个 好 那么这个difference 正好就告诉了这个量 这是一个非常intrinsic量 为什么 你不要现在看这个数学 看起来有点烦 但是非常magical 当然 we'll have a lot of fun with it 对吧 好 但它实际上就是这张图 OK 它第一项就是说 我的数据在整个 我用这个比较椭圆 把它表达出来 对不对 那么我这个空间能pack Epsilon这么大ball 记不记得这里边 唯一的参数就是这个Epsilon 对不对 这个precision 我用这么大的ball把它fill out 第一项就告诉我 大概有多少个球 这个空间里面 第二项是什么呢 分成那两类 每一类我只需要绿色这么多的球 对不对 那么这个Delta R 我们叫编码率的 它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蓝色的球的个数 That's it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画下来 OK If you want 那好 自然而然 你看左边跟右边 你prefer哪一个 你看intrinsically 他们都是说 我的数据在两条线上 对吧 维度都一样 用的蓝色的球都差不多 volume都差不多 但是naturally we prefer left 为什么对吧 它更discriminative 对不对 分得更开 张得更大 蓝色的球空间更多 所以自然而然 就是maximal coding rate reduction 看起来很复杂 实际上很简单 就bare to the bone 对吧 我们变成了bin counter 对吧 就是counter多少图球 我们就一个个的数 对不对 谁的多 谁好 对不对 That's it Nothing else 不由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件事情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就是说 在我们所有的对x 做变换到z之后 我们希望这个编码量的差 越大越好 对不对 好 这就来了 你才说 马老师 你说蓝色的球 谁多谁好 对不对 那我把右边的这个 放大两倍 放大三倍 就完了 对吧 这个蓝色的球 不就好了 对不对 多了 对不对 那你肯定 其他的同学就说 That's not fair 对不对 那肯定不公平 你做弊了 对不对 为什么不fair 它scale不一样 好 所以两个representation 你要比的话 一定大家要在同样的scale来比 对不对 所以就涉及到feature normalization 你把它的每一个feature 长度或者整体的volume normalize下来好 对不对 当然了 在实际practice 大概用各种的什么batch norm layer norm group norm 什么什么什么 spectral norm 对不对 实际上这个norm 那个norm 实际上无非在数学上都是等价 对吧 无非就是让这件事情 你能够在 不同的网络学到的feature 或者是网络的不同层学到的feature 你可以比较谁好谁坏 有一个共同的尺度 That's it 对 那么另外的这个编码 最大编码量 它是不是能找到我们 记不记得我们原来那个wishless 能找到那个 我们所希望的这个representation呢 的确 这个数学上你可以去严格去证明 在非常宽松的条件下 当你的feature达到最大编码量的时候 对 maximize这个 这一项的时候 这个difference的时候 difference的时候 difference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证明 每一个类的feature 类类之间是正教的 全部是正教的 对吧 不光如此 属于每一类的feature 它是会把那个子空间 全部张满 分布几乎是一个 isotropic的分布 这个它找到的feature 是越多越好 dimension是越大越好 对每一类 整体是比局不大 但是呢 我们要找好的feature 好的representation 大家能听见吗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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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听见是吧 好的feature 最好的feature is maximally greater than some of the parts 如果听不见 谁告诉我一声 好吧 在literature也有人 希望通过这个整体 和局部的比较 来让它的feature 尽量增交 还有相关的工作 但是它是用这个 nuclear norm 来比较这个事情 对吧 nuclear norm 就是对这个rank的一个突函数 突包 它是一个近似 它不是那么准 待会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它实际 不能得到reached feature 意味的就够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代表 log determinants 有非常神奇的意味 在里面 另外 在实际的这个hearest 大家也见到了 对吧 一会大家做contractive learning 对吧 对吧 本就做过contractive 然后后来大家又做contractive learning 到底在contract 还是contract的呢 大家挑一挑 好像都还能work 对吧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你现在也看到了 通过reached reduction 这件事情你就看到了 自然同性相吸 异性相似 大概做的 无非是在这个hearest 提供一部分 而且contractive learning 也只是把sample的 pairwise sample来做 这个事情 而这个reached reduction 可以对任何subset 任何多类的subset 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区别 好 其他我们先不管 对吧 有了这个量之后 我们实际上就可以去训练神经网络 我们先等一下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mapping Fs 你还是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神经网络 对吧 比如ResNet 来表达 但是你可以把这个 不再用这个cross entropy 你就把它replace by这个rate reduction 对吧 这个量来训练整个网络 我们现在这跟cross entropy 不一样 cross entropy最好坏 你还得去看它 最后的分类的效果 对不对 我们就不用 你现在可以在训练网络 你可以看三个非常非常物理 几何统计 意义严格的量 对吧 就说整体的整体的 volume是在增长 对不对 每一块局部的volume是在下降 被压缩 那么它的差势在增长 对 对 你就直接可以看到 他们在训练 所有的东西都一样 这个是跟这个cross entropy 进行比较 就是这个sefer 10 对不对 我们everything is the same same数据 同样的优化 所有的都一样 所有的hyperparameter 都一样 网络结构 唯一的不一样的就是object function 你把cross entropy换成这个最大编码量 那你学到的feature 这是两个比较 这是这个cross entropy 学到的feature below up here 这个maximum 但你看看 只要做这个实际数据 大家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都不敢相信 对不对 这些不同类的feature完全正交 而且不光如此 每一类的feature 非常的均匀 分布在各个的空间上面 都是非常正交的 你甚至 你看 cross entropy已经收敛到一维了 很快到一维了 对不对 这里都是在十维 十几维 而且我这个每一类 我可以拿出来 它不是有十维的子空间吗 对吧 那个十维每个basis 我拿出来 我把跟每个basis相关的图像 相关最大的图像可以画出来 对吧 我们把它叫做principal component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鸟对类 这些是label没有的 它都是鸟 对不对 你看这些不同的坐标 就把不同的鸟 全部给sort out 非常mostly embedded in the鸟 这个子空间里面等等 传也差不多 另外这个 你看我们的目标函数 就不再是去fit这个label了 label只是告诉我 哪些数据该在一起 哪些数据不该在一起 好 当我的label有误差的时候 对不对 百分之十二十 甚至百分之五十的label 如果完全错掉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学到的feature 实际上是通过 集体学到的 不是就把每一个数据都要去fit 所以你看 跟cross entropy 学到feature比 就鲁棒的非常多 对不对 就是degrade的非常gracefully 在有百分之五十的 这个corruption label的时候 它学到feature的classification 还是拿84% 比这个cross entropy要好很多 这就是一个 就是从整体学到的feature 根底每一个局部去fit数据 你自然就有很好的优势 好 同时这个也可以在 self-supervised 你没有label的时候 这个也可以work 你可以看看我们的文章 当时也是 什么hearsity都没有 就得到了最好的self-supervised feature 作为clustering 大家是不是就很满足了 我想问问大家 是不是觉得很满意 对不对 好像有一点 对不对 你看我们原来就在fit label 这个label错了 我当然就学的不对了 对吧 所以我们把它replace一个 跟数据结构 比较内在的一个量 对吧 rate reduction 这是潮似 第二 你看我们学到的feature 确实比较interpreable 对不对 最后的feature 它在子空间上面 而且还能振交 等等对吧 有一些分布 非常漂亮 这个不错 第三 但是label有错的时候 我还比较鲁棒 对不对 大家觉得很happy 所以你们可以 发一篇neurps文章 可以conventsreviewers 有道理 对吧 但是 bigbut come on 对不对 我还是 那这个f怎么来的 大家得问问 对不对 这是我们最多的目的是 你看深度学习不就是f 还是神经网络 对吧 我们现在用的resnet 18层35层 为什么呢 对不对 它还是个blackbox 对不对 从x到z 对吧 最实际上 那为什么要deep 对吧 大家从来没有任何解释 这件事情清楚给我 大家知道94年 Andrew Byron 就已经证明过 对不对 用polynomial number 一层的神经网络 就是universal proximator 这可以proximator 所有的一层层出关系 那大家为什么不用一层的呢 what's wrong with that 就是因为google 瞧不出来吗 对不对 大家好好去想想 对不对 为什么要deep 大家都说要要 越wide越好 越deep也好 why 对吧 另外就是为什么这些 线性非线性要interleave 在中间 到底在干什么 大家试一试 凯平最早的resodent 试了二十几种排列组合 试出来一种 这个work 对不对 Google现在也是这样干 一个big table of ablation study 最后告诉你哪个work 哪个不work 这就是人工智能吗 this is probably worst of 人工智能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人工 没什么智能 好那另外更神奇 因为我做图像的 对不对 我们都做图像 大家都说对convolution有道理 convolution有道理 但是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在图像里面用的convolution 不是神经网络用的convolution 对不对 我们都是touch level的这种2D的convolution 对不对 kernel 从来没有说我们要用3D的multi-channel convolution 为什么呢也是自出来的 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个可能解释 为什么要multi-channel就一定好 剩下问题就是能不能把白盒子 黑盒子变成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first principle有个好处 你知道你要要什么 同学们 把你要要什么讲清楚 因为你要要什么 你就可以不管别人做什么 对不对 我的目的是要把这个redduction做好 如果这件事情就是最有道理的东西 如果上帝能给我一个告诉我 什么样的z能优化这件事情 我就结束战斗了 对不对 我才不管你什么深度学习浅度学习 对不对 对吧 一层两层我才不管了 说不定还有更好的方式 对吧 从x到z就把这件事情给优化了 我就结束战斗了 对不对 我就解决了所有learning的问题了 不管什么shallow learning deep learning 对不对 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好 既然目标放在你眼前 那就做啊 对 那我们就去把它优化 这件事当然你说 这个是马老师不容易 对吧 这是一个这个也不是图函数 对吧 这是一个multivariate的这个 这个飞突的函数 还有一些log determinants 看得很ugly 对不对 那没办法行吗 神经网络至少告诉我们一点 对吧 给我们的教育一个教训 就是说大约是看得很难的时候 其他我做不了 我可以做grade descent 对不对 我训练训练挑一挑 对不对 那好 这是个飞突的问题 那么就做grade descent好吧 我们对数据这个可以做吧 对吧 求求导数对吧 做个grade descent 一旦你做这件事情 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就开始发生了 对吧 这是我当时我算出来 一看了这个我自己吓一跳 为什么我当时就说 一辈子没去算过这个事情 当你开始就做个求导的时候 你都发现这个结构开始出来了 它的导数就是一个矩阵 head数据 第一项 其他项也是一个这个矩阵 head数据 对每一类的数据 做一个这个线性变换 That's it E C 好 所以整个这个read reduction的这个 梯度就有这个结构 就是个矩阵 作用在整所有的数据上面 和一些其他的矩阵 作用在不同的数据结构上 不属于不同类的数据上 做统计的同学 应该马上就意识到 一看到这个矩阵 就心跳就要加速 对不对 这什么矩阵 这个矩阵就是在做autoregression 对吧 regression 对吧 当你用其他的数据 对每一个数据做regression 得到的残差 E乘向Z 就是用 对 用所有的其他数据 对每一个数据做autoregression 之后得到的残差 记住这个词 残差 OK 就是autoregression的残差 你想一想 zebra fish 想一想动物 动物才不知道什么子空间 也不知道高斯 对吧 但是动物只有的这是数据 它只能用数据去解释数据 所以这一层的算子 就在做这个事情 对 解释的 好 那么看看我们的regression 到底要干什么 大家记住 对不对 regression是什么 你看我有些数据 在一些子空间流行上面 对吧 我每一步 我是希望把这些子流行 map到什么 map到一些 把它压扁了 对吧 压平了 每一类压成一个线性子空间 而且放到不同的正交子空间上面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虚线是我的目的 那我怎么做呢 对 我只能局部的把这些 逐渐的按到这个grading flow 该压的压 该张的张 就在做这个事情 grading flow 就在做这个事情 好 大家再看这个图 对吧 再看这个表达式 其中一点 第二下 我需要这个矩阵C作用带的数据 只能是属于同一类的数据 所以你需要知道它的membership 那我的数据如果不在村林数据里面怎么办 对不对 我不知道它的membership 大家不要忘了 记住 minimum incremental coordinates 对吧 CZ是什么 CZ就是你到每一类的层差 It's at your disposal 另一类有它了 怎么办 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器 对不对 谁进就分给谁 好 soft mask也好 red law也好 近视一下 你就是把这个membership 近视一下 无穷多种方法可以近视这件事情 而且都不用太准 因为为什么 我们在做graded descent 对不对 大概方向对了就行 对不对 好 就是这个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不同的 non-linear activation都可以work 对吧 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数值和速度而已 好 那你现在就这样做 那么我们就做graded descent 好吧 对吧 你们可以算这些graded 任何地方都可以算 或者可以近视去算它 那么我们上一个迭代的feature过来 我就做一个graded descent 这是eta就是我的learning rate 就是descent的step size that's it 对吧 整个括弧里面就是这个gradient 好 我们就一步步做嘛 做下去 那么一步、两步、三步 一直做L步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都是工程师 把这个刷画出来 对不对 那么你会发现 从上一层到下一个迭代 它就变成 就变成一个神经网络了 对不对 这个上一次迭代的数据 通过一些线性算子 对吧 get一下 sort一下 对吧 streshold一下 然后加起来 normalize一下到下一层 而且这一个skip collection 对吧 不光如此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 就是每一个ez和cz 就是residual 而且是autoregression 的residual 数据自表达的residual 对不对 跟residual 网络比一比 是不是很像 而且后来大家发现 加上一些parallel group 对不对 好像效果更好 叫resnext 对不对 再比一比这个结构 是不是很像 到底谁跟谁像 大家自己去想 另外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出来了 大家记不记得 对不对 我们整个网络 我们不需要back propagation 所有的都从数据第一层往后算的 因为每一层就在做优化 在做迭代 所以E和C也好 这些算子全部是从前一层算出来 我们连表达式都有 对不对 E和C的表达式都告诉你 该怎么算 这些值都告诉你 所以它完全是钱贵 好 大家再比一比 最近的Google 当然他们的GPU很多 几千个GPU 可以算的1.7个trillion的parameter 他们叫做mixture of expert Switch transformer 对不对 而且他们用的router 对吧 function 跟那个soptic mass evo一样 对 而且都是parall channel 大概4到5000个 对不对 大家看看这个meta structure 是不是很像 而且甚至我们现在可以告诉你 他们把这些每个channel 叫做expert 对不对 那好 每个C是不是就是每一类的expert that's fine 就在做这个事情 你在学这个事情 当然了Google有钱 对不对 它的所有的参数的random initialize 然后又通过很多数据去backup 给去训练 我们这里用不着 对吧 forward 不管结构出来了 参数也出来了 work work 对吧 这里我的学生有点有趣 因为他知道我每一层都在做优化 对不对 你可以做几千层 你都根本不用担心它稳不稳定 对不对 绝对稳定 绝对收敛 只让你的步长足不小 对吧 几千层几万层水里玩 对吧 大家用不着 几百层就收敛了 学生就搞 你可以看到他就把这些数据 初始的数据 就压到各个子空间 同时把它张开 就做这个事情 对 好 我们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 这些都是一些vector数据 对吧 一坨一坨的 具类分类 但是当我们在实际中很多应用中 我们是要对有结构的数据 进行分类和具类 对吧 尤其在图像 比如说我们做识别的时候 旋转或者translation 并不影响 比如零旋转到任何地方还是零 对吧 移动到任何位置还是一 等等 所以我们实际上要做的分类和具类问题 实际上是有结构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对这种结构进行分类呢 对不对 就是说当我的数据 在一个group transformation的情况下 即使这么简单的事情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现在大家相信 神经网络神奇的不得了 对不对 这就做得很好 那为什么特斯拉还在撞呢 对不对 很简单 你去自己好好测试过没有 大家在座的同时 有没有自己去测过 这些网络 真正对频率或者小的location电话 是不是稳定的 Absolutely not OK 你可以看这些study forcing with simple transformation 非常简单的transformation 都不用很复杂 对吧 Why do you need to generate so poorly with small image transformation 就是都不用很大很小 它的输出非常不稳定 OK 不管你怎么 当然很多practition说 我再加一些augmentation 对吧 我再多一些augmentation就好了 真的吗 你能保证吗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就把 在这个framework里面 压缩的framework 就变得非常的 数学上就可以讲得到 这些事情讲得很严格 什么意思呢 就说好 你当你数据可以旋转 或者平移的时候 那你要把它所有的 每一个sample 它旋转和平移的 都压到同一个中间 这就是数学 能不能做 那是你的事 但是这就是你的目的 对不对 根据条件 但是这就是数学上 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 你才能保证 全局的evaluate how do we do that 那么我们先用eval的信号 来解释这个事情 对吧 eval的信号 比如说我的声音 我在不同时间说话 都是应该是同一个意思 对不对 所以这个translation 不会影响它的意义 对不对 那么好 我在时间中 我就把这个translation 放在这个信号 放成一个column translated version 每个不同的translation 放在不同的column 对吧 所有的我都压在一起 一起来压 都属于同一类 对吧 比如说同一个声音 那么这些都应该代表 它的shifted version 都应该代表同一个label 那很简单 那我会就把它放在一起压 对不对 一起来压 压怎么压呢 Redo不就干这个事情吗 对不对 我就规定你的身体压 一起压 对不对 放在一起压 一压就开始出问题了 就开始出有趣的事情出来了 那么记不记得E channel 每一次的channel E或者C 是在做graded descent 对不对 这些线性算子 它自动就变成了convolution 没有人告诉它需要convolution 它自己就变成了convolution OK 这跟用CNN很不一样 什么意思呢 我是在压数据 它自然的 它做graded descent 就变成convolution 而且它不光是告诉我 它是convolution 而且它告诉我 它的值是多少 它是哪一个convolution 这是很不一样的事情 好 那里又出现一个问题 当你开始把数据 希望它 transition不变的时候 它实际上跟可分性 是有矛盾的 你不能指望 我的数据可以transit到任何地方 而且通过线性叠加 可以做任意线性叠加 它还属于同类 比如说你想像一个data function 我可以transit到任何地方 再做线性叠加 它可以生成系列上 所有的信号 对不对 它就跟其他的类分不开了 贫困和橘子分不开了 如果你允许它 transit到任何地方 再做任何的线性叠加 所以这里就来了一个非常fondamental的概念 你每一类鱼和鸭子能分开 它这些信号 必须是相对于某些dictionary 它是稀疏表达的 你不能允许dense superposition 而且在这个sparse code 这个space里面 它是稀疏的 在一定空间中它是稀疏的 好 当你在这个sparse code 就可以任意translate 你可以把这个sparse code translate到任何地方 但是只能允许 在这个空间中 只能做线性叠加 稀疏的线性叠加 这是数据的结构决定的 那你就说 所以你不能对 原来的原信号 进行直接进行reddle 压缩 你必须要先回到 稀疏的这个code里面 才做了压缩 这是个necessary condition 不是 也由不得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结构的话 你是分不开 好 那怎么找到这些sparse code 很简单 对吧 整个领域压缩杆子 都告诉你怎么做 对吧 你也不用做得太好 基本上我们并不是要 把这个原信号表达得多好 我们就是要把鱼和鸭子分开 对不对 所以我大概只要知道 这个一个很proximate的code就行了 所以一个很efficient的方法 去找就是用一些random filter 就够了 把它lift到足够多的random filter lift到足够高的空间 对吧 而且得到一些稀疏的表达 response就行了 对 然后这就变成你的feature 这该归 该同一类去压 不同类张开 就完了 当你对这些multichannel的feature 对吧 我hat这个图像图像 用很多的filter hat它之后 得到一个multichannel filter 当我对这个feature multichannel feature 进行redu的时候 something magical happened 对吧 这些算子自然的变成了multichannel convolution 对 这又由不得你选择 由不得你试的 它自然就变成了multi 随地的multichannel convolution 好 大家当然也有人用这个convolution 比如wavelets 去construct explicitly construct 白盒子这样子的deep network 但是它不知道是哪些数据 它要分类 巨类 对不对 所以它得把所有的filter都用一遍 所以为什么这样的网络 打不深 打个两三成 就它的number of filters grows exponentially with number of layers 但redwn network 就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我只是要分离给我的这些数据 所以它的channel个数是固定的 k是固定的 channel个数都是固定的 从一开始多少到最后都是多少 不光如此 对吧 这些scattered network 没法做multichannel的design 2D的design就已经够呛了 还比如说multichannel 1000个channel 就想都别想了 redwn network you get everything for free not only you get the form for free you get the value for free OK 好 话又说回来 对吧 这个线性算子 每一层线性算子 E和CR是homongous 大家别忘了 对不对 n是数据的维度 如果是图像的话 就是多少个pixel c是channel 大概几百个几千个 对不对 这个Cn乘Cn 要做这样大的矩阵的力 这个很讨厌 它的它的复杂度是多少 Cn cubic in general 但是很神奇的事情 这个矩阵有很好的结构 它是block circulent的结构 那数学上呢 当你有circulent矩阵 大家知道通过复列变换 在频率内 circulent矩阵全处变成对角症 好 这些问题就来了 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 对这样的矩阵 对不对 以前因为很多事情在频率 时域和空域实际上是等价的 只是一个谁更convenient 谁更不convenient而已 对不对 但是这是第一次black and white 在频率内做某种计算 是fundamentally much more economic 但在时域内做 OK 这就是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 我们的我们的视网我们的视觉系统 对不对 就是在频率的计算 所以叫spite mirror 可能nature早就学到这一条 在频率计算里的代价是三次法 你的像素的三次法 在频率计算一次法 就这个区别 你必须这么做 所以第一次我们可以把一个深度网络 甚至在频率内完全写下来 每一个参数全部写下来 对吧 每一层全部写下来 写成一个白猴子 对 而且大家从第一次开始看到这个大象了 对不对 很多这种神经网络 一会是说这个 一会是normalization 一会是dropout 一会是right move 一会是这个分层等等 到底是什么东西 一会是前面的feature 对不对 但你意识到 你要把多类的信号 表达成这个样子 这是你的目标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变成necessary condition 是由不得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你必须需要你的数据是细数表达的 不然你分不开 苹果桃子你分不开 OK 而且当你把这个Sparko找到之后 要把它进行map到各个子空间中的时候 用这个网络 它自然就是一个deep network 你就用这个规律优化方法去优化的时候 同时如果你要求不变 你variant 那么这个网络 你最好是在频率内算 因为这样子会更加的economic 你也可以不用 但你费了 big price OK convolution multi-channel convolution normalization nonlinearity everything comes as necessary condition 你知道每一个算子的它的意义 what work 现在开始 work 对不对 那么你可以 你现在搭出来的网络 你可以保证就是它的各种 我们就不再说什么augment 十个 测数据里面有十个 二十个rotation no we test every rotation 搭出来的网络 你可以看到它最后出来的这个 crosstalk there's no crosstalk between the class 两类 十类 都一样 这是刚开始的feature 这是最后出来的feature 而且translation同样的现象 两类 十类 同样的现象 对而且我们做的这个cross talk 这个similarity 是在every single translation every single rotation OK 不是你augment一点点 另外话又说回来 大家知道这个redward network 对不对 你都是钱贵算出来的 对不对 未必好 为什么 就是说 大家动物嘛 大家没法对几百万个参数 不是google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不可能用back progression 对几百万个参数同数值优化 你没有这个机制 Zeprofish没有 它只能一层一层往前达 Zeprofish有二十层网络 对不对 对吧 鸟可能有几百层 对不对 它都一层层搭出来的 它只能数据进来 根据它的记忆来进行分类 对不对 好它是一个钱贵的东西 它未必最优 但是works 对不对 它是一种另外一种计算机理 好 当然了你看到 打出来的redward network 实际上跟其他网络没有任何区别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当然可以back propagation 这就优化 如果你有足够多的GPU 想去burn的话 no problem 对不对 you have the label go to do the back propagation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有个优势了 你不用再random initialize 对不对 你forward construction 这些参数都已经有了 就在那个public了 再funtune一下就完了 对 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好 这是我们 这次文章 他刚被一个error searcher锯掉了 对吧 他说这个我们的performance不够好 但是他没有看到 我们只用了多少个春零sample 500个 ok 其他的呢 6万个 ok but anyway debated 对对对对对 无扯 对不对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用实际上 你只需要一个sample per class 你都可以把这个网络打出来 这个鸟只用看一次这件事情 他就可以把苹果和桃子 怎么把它分到 我说过的子空间分出来 这个分类区未必好 随着instance越来越多 他可以训练的越来越好 forward就可以update 他不需要back propagation 去年Hinton还写了一篇文章 对不对 想去justify back propagation 跟unbrane的关系 still a theory 对不对 但是第一次我们看到 有完全不同的计算基地 可以算得更加natural 更加的efficient 最后几分钟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历史 对吧 超出了rate reduction本身的范围 对不对 我们想想我们十几年前 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当我们只对数据进行区内分类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 你不能touch x 对不对 x是固定的 给你什么就是什么 然后你把它聚在一起 或者分类 所以 但是大家看到 不管你做区内也好 分类也好 都是在做数据压缩 对吧 minimum collinence minimum incremental collinence 算就是把x固定 求pi 对吧 membership 那好 现在我们换一头来 对不对 pi给我了 我可以换x 我求representation 好 那么我就 对不同的z 谁好谁坏 我就用rate reduction 整体的编码量 减去局部的编码量 谁大 谁赢 对 怎么做这件事情 当然了这个 mapping 从x到z 可以用你的favorite neural network OK whatever 如果你有 new face in it OK it will do the job OK fine 你可以说我就不 我既然知道我要做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我就follow z的grading flow 不就完了吗 对吧 但bd是最优的 bd是最好的优化的strategy that's how it works maybe in some sense 但我们有更好的办法的时候 那么自然而然就得到一个deep network 对不对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不管是你在supervised unsupervised replantation learning 都在做压缩 对吧 那么deep network 无非要做优化 对吧 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就在看这些病 对不对 有多少个bits 对不对 谁的bits多 你就好 bits少就好 对吧 everything should be made 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t simpler 那么在跟传统的神经网络 大概知道从40年代 神经网络一出来之后 对不对 这个practice就是左边那条 基本上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是在fet一些input output关系 label 对吧 整个网络结构都是propose出来的 释出来的 relu sigmoid 对吧 线性非线性怎么多多宽多深 那都是释出来的 对不对 layer operator也是 对吧 然后要invirus的话 再用CNN加上一些data augmentation训练训练 对吧 random neutralization 对吧 back propagation去训练 对不对 训练完了以后还是个black box 对不对 大家一堆的study 到底在干什么 这个扯一堆 对吧 大家最后再比谁的网络最好 都好坏 那么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吧 这整个的目的就是在做reluid reduction 非常这个是 你在优化一个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量 OK 由不得你 第二 整个网络结构就是在做优化 优化这个量 第三 对吧 每一层在做的事情就是greedy descent 当然你可以有说不同的算子 greedy算法优化算法很多 你让你意识到每一层实在在做优化 对不对 几百年的优化的idea is for you 我们在这个里面只用了最最简单的greedy descent 对不对 各种acceration各种的normalization各种precondition都可以用 加速减速等等爱干嘛干嘛 对不对 moment 而且现在invariant可以变成严格的invariant 变成一个严格的数学问题变成严格的计算问题 对 而且整个网络是forward construct出来的 对 不一定最最最优了 但是完全还可以再fentume it's up to you depends on how much resource you have 至少鸟没有这个resource 没有GPU 他们只能做forward propagation 但是这已经告诉你他能做什么 对 最后整个网络是白痕 什么意思 你大家都知道神经网络去做back propagation的时候有个大的问题 对不对 当我要学新的类的时候 我再去训练的时候 会有catastrophe forgetting 对吧 因为你不知道哪些参数 你所有的参数都在调 对 现在不一样了 你知道该调新的类进来的时候 或者你知道哪些参数可以动 哪些参数不能动 对不对 哪些是苹果和桃子我已经学到的 在学菠萝的时候 我就不要去动这些东西了 对不对 你就会发现我们有一个最近的工作 就是不再 你就不再会suffer catastrophic forgetting 对 而且最后学到了feature 对吧非常漂亮 是非常严格的数学表达 子空间 正交子空间 对不对 你可以measure它的很多的性质 其后 这里open很多数学问题 很多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工作 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project 实际上更像一个framework program 对不对 这让我们意识到对吧 但你看我们在做clustering的时候 实际上在优化 minimize第二项 对不对 这些face transition 突然发现我没有解释 为什么mcr跟luban 对corruption nabel没有解释 OK 我们有学生在做这些事情 这可以解释的对吧 但是没有严格的数学分析 yet 第三到底这个优化什么样的路径 可以得到全局最优 现在redu也只是个grady descent 我们都知道grady descent 也未必就有guarantee to work 对不对 可能该stuck with local minima 对吧 how do you avoid that design better network complete for future 另外我们意识到 你不要太贪心 对吧 你不可能又要不变性 又要数据可以任意生成叠加 OK 你不行 这里有个fundamental trade-down 但是这里到底定量的 trade-down 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没有任何理论 马老师刚写完一本700多页的书 关于sparse code 他意识到这个问题 没有人去研究过这个问题 某一类的信号的sparse code 跟其他类的之间的关系 没有 zero 而且当我们现在也看到了 对吧 我们固定x求pi 固定pi求z 对不对 我们两个都不知道 对不对 这就是unsupervised论理 对不对 totally 我不知道 label 苹果桃子混在一起 但是鸟还是能分开的 对不对 通过数据自己 那能不能同时把membership 和representing都学到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 有兴趣的事情也可以做一做 另外大家一定要意识到 对吧 这个为什么这个AC就在这边胡扯 他说我们这个 那里面有 我们现在用的 用来搭这个red network 是用最简单的方式 对不对 和e和channel和cchannel里面 有很多的条件 我们都没有用 很多的结构都没有用 对不对 而且优化方法 也是quade descent 我们知道还有很多 更了不起的优化方法 加速算法等等 都可以用来搭网波 对不对 我们都还没有识 对 而且很多的convolution c和e还有很多的结构 separable short等等 都没有对 另外就是说 rotation translation works what about the other translation what other groups 对吧 homogal phase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框架有了 对不对 你通过数据压缩 对于这些group 你会出来什么样的算 会出来什么样的结构 我们的结构 we don't know we have some guesses it's up to you 另外大家现在都说 神经网络在做什么kernel 这个kernel 对吧 you are staring right at it ok 这个log determinant 这个zz transpose 看是一个convolution 看是一个convolution 看是一个convirus matrix 对吧 但是你为了计算这个量 你不需要这个convirus matrix 你只需要 它是等于z transpose z的 所以你只需要知道数据两两之间的线性linear product 你就可以算这个量 ok 如果数据是非线性的 你可以replace with any kernel guess what transformer is doing ok 大家如果玩过transformer的时候 大家应该知道 它在中间该干什么 对不对 hit u 再hit u transpose一下 它在干什么 大家在写什么 它在写这个kernel ok that's it nothing else ok 太阳下面没有任何surprise 没有任何surprise 什么东西 想清楚了简单的一塌糊度 到first principle 到counting the beans 好 另外 当然有很多extension 对吧 我们现在也只讲了vectorized 或者是一些group environment的数据 实际上很多数据 比如说声音啊 或者是这个 在控制里面 reinforced learning里面 你往往处理的mdp 对不对 或者是有graphic 去处理graphics 里面是一个mesh 对吧 那这些数据你整个去 大家也用深度学习去做些事情 那么问题就来了 那么压缩这个principle 或者discriminate representation principle 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相信也是扮演一个最放的门头的角色 对不对 另外 当我们现在也知道了 深度网络就是在学这些discriminate low dimensional structure nothing else ok 好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在学什么了 我才有机会让它变得鲁棒 变得transferable 但以前很多人在说 我慢慢深度网络不鲁棒 然后我们就怎么去调augment一下 perturb一下 对吧 如果我知道我的数据在一条线上 当我的数据divided from 我才能make鲁棒 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我的结构是什么 你在鲁棒against what 现在你很清楚了 对 当数据divided from 这些divid结构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inference变得非常像鲁棒 对吧 像鲁棒的脸都可以做 error correction可以做 开始做了 另外 我们整个也只是从x到z 对不对 把z学到了 那么z到底好不好 最终的简易标准 应该是z能不能回到x 对吧 再把它generative出来 这一块完全还是空白 对吧 这是auto encoding 但是也是我们应该有很好的想法 对吧 大家都可以 我就不讲了 对不对 再讲就泄密了 对 另外就是说这个工作出来之后 我们放到网上之后 这个去年底的时候放出来的时候 我收到好多neuron science的人给我发文章 他说马老师你们这个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这个neural visual cortex 刚开始开始做sparce coding 这个我也知道 我在写书的时候 我做sparce coding 我知道这个 但是我没有人的surprise 你知道visual cortex 它是在平易内计算的 它不是在实力内 不是magnitude 它是在spectrum计算 叫spiking neuron 这个我很surprise 对吧 所以nature真的smart 还有最近的工作 Kyle Tech的工作 发现猴子或者人 在记忆人脸的时候 它的high level representation 就是不同的人的位置 它的encoding是一个subspace 它的200多个neuron 就是在记忆这些图像的coordinates 而且是可以线性叠加的 所以人和动物是high level representation 就是线性的空间 非常有趣的一些现象 当然了 大家可以看看以后 有没有其他的联系 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些总结 对吧 就是大概两篇 classification 这是07年的两个工作 一个是巨类 一个分类 都是从数据压缩的角度 对低微结构压缩的角度 来进行巨类分类 好 后来最近才发现这个联系 对不对 原来只要我们优化整体和局部之间的差 通过压缩的方式 那么就能帮我们找到非常好的representation discriminate orientation 而且找这个representation的过程 通过优化的过程去找它 自然而然就得到一个白色的deep learning networks 几乎全部所有的现代网络的结构和catalyst 你都在这个网络里面能找到 而且不光找到它的影子 而且能找到它的解释 那么更broad一点 就跟尤英最早刚才讲的 对不对 实际上很早以前 它就开始意识到深度网络 跟这个低微结构 西书、低支 这些东西是有帮助门头联系的 但是一直大家这个环没有扣起来 对不对 当然finally 也是在疫情期间过去两年 我整个就写了这本比较大的一本书 就是整个高维数据分析建模的书 实际上这个工作 就是作为这本书的最后第十五章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更 把这项工作放到一个更broad的 这个mathematical 或者computational framework里面 它的含义是什么 那么大家也是刚刚开始 好吧 大家不要说把我们现在的网络 我也讲到了 对吧 现在regulant非常basic 就是用最最简单的优化方法 这个来设计它 就是把这个概念讲清楚而已 对吧 但所有的代码数据和实验 都放在网上 大家可以去看 包括例子 今天你们看到的都在网上 不要把这个东西跟现在Google Microsoft 或者是Facebook 做了十几年的网络来比 对不对 但是我是有信心 我们肯定可以 最近的有些工作 实际上是非常promising 对吧 完全可以跟你拼一拼 只要我有几千个GPU 一点不怕你 对不对 而且现在我们都是白盒子 很多东西我知道 我们可以不做的 哪些东西可以不学 哪些东西要学 等等 这是一个非常white box的网络 如果你记不住 如果你记不住所有的东西 这里面所有东西你记不住 对吧 就记住这句话 深度的Deep Convolution Network 实际上就是在做迭代的优化 去做数据压缩 OK 不是训练神经网络 I mean I'll talk about 训练神经网络 我训练就是一层到一层之间 在逐渐的优化这个数据压缩的表达 That's it nothing else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Questions 谢谢马亦教授的精彩演讲 每次听完马亦教授之后 立刻都有非常多的问题 想跟他讨论 但我还是先把这个机会 先留给在座的同学老师 然后中间我看 我再插进来再开始问 先把这个时间留给同学们 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好 我 马亦你好 10年前我就听了你的报告 然后这个有机会再跟您交流 这个非常 10年前我自己我也提了个问题 对 马亦你好 我10年前就听了您的报告 然后我记得10年前也跟您提了个问题 然后今年还有这个机会 这个也非常东西 然后其实我开始是想不觉得reactual的问题 然后我看你觉得reactual已经提了 并且你现在放了这个 非常满很有名的这句话 What we can create 我可以understand 那其实genarity我可能不用问了 但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预期您的radionet 对在adversary的对抗攻击下的表现 会怎么样以及如何解释 或者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讨论 在adversary的问题上 对 你就是说实际上这是鲁棒问题 对不对 好 这下我分两个来回答 就是说现在就说你上鲁棒的神经网络 实际上现在处在一个自后 现在是已经处在一个没有什么发展 过去两三年基本上没什么进展 大家都是不在试嘛 数据augment一下训练 不同的训练方法 对不对 算算不同的minimax 去通过训练方法等等 而且即使性能有些提高 但都没法解释 也没法解释 上迪这个natural accuracy 跟这个鲁棒的accuracy差的很远 大家请不要忘了 对不对 整个压缩杆子做error correction 对 包括鲁棒人脸识别 我们可以当我们知道 我们的数据的地位结构的时候 大家可能知道我的鲁棒人脸工作 对吧 你可以做远远超过人的能力 对 但是前提是你知道你的数据是什么地位 对 这因为你过去这年 大家在做这个对抗的这种鲁棒性的时候 基本上都不知道 虾里摸黑嘛 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大家就数据augment一下 训练一下 对吧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 对 我们知道甚至不关我们来找什么样的结构 而且每一层在干什么 这些结构做多好 对吧 convolution deconvolution 这些diction学的好坏 没有 我们都可以做了 所以大量的这种error correction move bound error correction的方法 都可以进去了 对 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 对吧 所以你就有敌放肆了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就是试嘛 对吧 Facebook也是这样嘛 最近有篇文章也是 这吃到不穷多种 对吧 也不知道 最后找到一个还可以的 对吧 提高到你不点 这个大家都很高兴 对吧 这个what do you explain 对吧 你还是理解不了 为什么 对不对 还有什么感人提没有 也没有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对 不管是理论上 而且算法上 对 以前在压缩杆子error correction里面的 这些技巧都应该引入到每一层的结构里面去做 make sure 从一层到另一层之间 你对input error有最大限度的容忍性 等等 对 好 嗯 好 那位 最后这一位 爸老师您好 我是周恩 刚好 前两天我 前两天我看您微博上转的一篇就是关于工作介绍 其实那篇工作是我在之前支援的时候整理的 然后我也是关注您的这个工作很久了 然后后面自己也做了一些工作 所以想问一下您的一些相关问题 之前我记得 您提过就是可以使用这个网络来解释神经网络 后来我就想试着比如像Resnet还有VGG这种普通的CNN在做分类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MCR2的一个降低的表现 然后我就像分析Ib那样画了一个play 然后发现那个CNN里面其实它有的时候就第一层还有最后几层 有的时候是会和您说的那个MCR2的reduction它是非常符合的 但是中间有一些维度比较高的层它会有一些更complex的一个phenomenon 这个是当时我做的一个发现但是我没有办法解释它想问问您 这个从某种意见的时候说实际上这个reduction只是一个就是让你在局部去就知道你从一层到一层是如何再提升你的一些表达对吧 但是条条大路通罗吧你不一定就找最规律的方法去找这条路对吧 整个是一个非凸的问题这件事情这个landscape上很复杂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对吧 而且当你的输入图像因为它的结构有一点还是不清楚到底需要多少channel 我们需要看在某个空间是在这里需要多少个channel需要把数据lift到多少是足够的 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定量的研究好所以在很多实际神经网络的时候大家都会对这件事情先在lift的时候先提升到比较高的空间 然后再逐渐降维降下来对不对降维这件事情实际上压缩感是是有指导的对不对 当你的这些feature足够稀疏或者维度足够低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甚至random projection也可以preserve这些结构也可以保持它的可分性等等等等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目前为止现在现有的reduction还没有进一步研究的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就中间还可以做哪些操作使得第一性能还可以进一步提高第二就是计算量还可以进一步大大降低我们都还没有做OK 所以我这也是我说的现在不要把这个网络就可以把这个看成是怎么说呢我就有一个比喻 把这个网络看成是一个脚手架对不对我们建大楼有个脚手架了现在 那么在这边你如何去decorate如何去polish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对但是每一层这些算纸在干什么 层一层之间的什么关系你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对但你怎么把它做得更有效做得更快更好收敛的更到更好的解因为整个网络本身就在做迭代对吧在做优化 那么这条路怎么走最好我们现在还不一定知道好所以这里面实际上可以做的东西非常多但是现在是guided with principle 你不是瞎摸黑了对吧还是什么auto NAS一下所以让计算机自己去找对不对或者auto ML 一下对吧自己去找对吧用不着了现在我们可以在guided的位置我们知道我们要要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我们的strategy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有了明确的目标去尝试 至少是educated trial ok以前是trial 现在we are educated trial that's the minimum i can say 嗯呃马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呃呃 还有一些工作就是想像关于您那个codingless function就是您的codingless function它可以证明它是一个对于高位突破分布还有一些非常复杂的度量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度量compactness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后来就试着把它因为您是用它来呃呃进次一个那个retro reduction的嘛retro reduction function 然后我就想用既然它可以进次retro reduction它可不可以用来测商 然后我就正好那个商度量的高位商度量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测量器都会饱和 所以我就用您这个构造了一个呃呃商的度量然后可以构造一些互进锡啊还有条件商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就发现用它来构造那个互进锡之后就和您后面mcr2表达是其实很像 然后我对那个互进锡做您同样的那个gradient descent 我就发现它那个互进锡也是会变成一个像这样那个一个矩阵投影矩阵投影的 然后用这个gradient descent对一个很高维的呃呃变量进行gradient descent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个呃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很低维的东西 然后我在那个空间用tsne来画出那个高原来高维样本和低维样本空间结构的时候 我会发现这高维样本和低维样本经过gradient descent后的那个结构非常非常像 然后我就想说 对一旦你知道这个事情我就说把这些精灵的out of the box 对不对这个就提前一个所以实际上实际上整个这个度量 radio reduction实际上跟负信息等等上上都是一致的 关键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regulized的信息对不对 所以它是可以算可以计算的 而且当你的这个但请记住 一般的当你的这个distribution是generate的时候 算负信息也好甚至算radio reduction也好 radio distortion也好都是mcr2的问题实际上你都进市不好的 但是我们非常lucky 因为这就是反过我不知道可能是老天有这个 当我们希望我们的表达很简单 是线性或者高斯的时候对吧 可能自然nature也选最简单的表达 那么这个radio reduction这个entropy正好可以算 而且有这样显示的表达 而且它的gradient descent就是数据的auto regression 这几件事扣在一起我都觉得很神奇 我做的时候觉得特别特别神奇 而且就是这个case你能算 其他case你可以talk about mutual information 你可以talk about entropy 如果是laplush distribution 我们都已经不知道怎么算了 但是这个radio reduction原理是可以的 只要你看我们在这个原理里面 你只需要能够衡量这两件事情 对不对 你只需要能算r和rc 这个表达是只是对高斯或者低制矩阵 低为止空间apply 对不对 当你的分布不一样的时候 这个radio distortion可以不一样 对不对 你可以数值的去算 或者是可能you're lucky的话 对某些分布你是有它的close form 你也可以完全这个principle也可以用 但是它的最优的configuration可能就不一样了 that leads to mathematicians 到底那些有没有用 这个物理里面哪些有用我就不知道了 上次我在lawless live给talk的时候 他们已经给我告诉我 就他们有时候是考虑其他的 比如laplushion分布 对吧 这个radio reduction会形成 可能会形成新的configuration 但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个原理是存在的 它保证整体和局部的达到差达到最大 对 一定要搞清楚 概念归概念 计算归计算 对吧 整本书的观点就是在这样 我们经常过去的很多理论 只想概念不讲计算 很多量是不可算的 尤其在各种条件下 当然有地位结构 或者是数据量不够的时候 根本没法算 维度高的时候根本没法算 所以这也造成了在过去很多年 理论对吧 信息理论跟机器学习 甚至深度学习的应用脱节的很大原因 很多practition根本不care 对吧 你这些理论的文章读都不读 对吧 自己是 对它没有任何指导 但我想现在应该非常不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这套理论 完全就是为计算服务的 everything is computable 对吧 而且是精准的computable 好吧 希望回答你的问题 好 那我们下一位同学 这位同学玩就我了 马亦老师您好 我是高短虎 然后我想问一下具体的计算的过程 因为我看官网上放的代码的话 它就是直接采样了一个多少维的 就是一维这种数据嘛 比如说那个x的话 可能就是500 那对于我们实际应用里面 比如说视频 图像 或者音频 就是如果我们要做分类 我们肯定就是先 自己设计个结构 然后就提取这种 所谓的这个x嘛 就是比如说500维 100维的这种 然后最后再去 根据情况去做分类 那我想说在实际这个应用的里面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直接 比如说我们前面的网络 自己训练好了 但是可能它的数据分布没有打开 然后我就在这个训练好的这个模型 因为我可以提取出这个x 然后我也知道y 那我就在这个x后面 就直接加上redonet 用这个mcrlog直接去优化它 然后相当于后面的这个分类预测 我就直接用它输出那个z去进行 是可以这样的 对实际上整个深度网络 就是从现在大的meta结构来看 至少现在是应该在做三件事情 就是说第一 就是我们说 你看人跟人大佬分的很有意思 第一就是说 第一就是说你说的feature extraction 当然现在我们说可以用 random filter足够多 但这件事情 并不一定colomic 对不对 我们的神经网络实际上 我们的视网模实际上已经训练好了 这就是上个dicture learning的问题 对不对 我如何学到对吧 我如何学到这个这些dictionary 实际上我们的神经网络可以认为 这些就是它filter 对不对 是学到的 好我们现在用random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这个feature learning 你可以用web的计达 也可以用dicture learning 所以我也做很多dicture learning的问题 就是什么样的filter 能够对这一个数据 它的sparse的性能最好 对吧 好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就是说 当这些feature提出来之后 我要进行 我要把苹果和桃子分开了 对不对 这是变成记忆 所以这个repretation实际上是个记忆 可以根本想看是个memory 对吧 这个子空间是苹果 这是桃子 不错的东西 它把所有的feature都可以记下来了 你这说的真正的分类 是这样已经变成task 基于这个我的记忆 我在根据这些feature 在提哪些feature 配得哪些label 所以后面完全结一个mlp都行 或者任何一个classifier near subspace等等等等 就是我在利用我这些特征 在做一些subsequent的 不管是transfer 还是做什么 这是有理吧 所以这是三层 对吧 三个function 第一层feature extraction提升 对吧 把低微的结构提出来 保留下来 可分的结构找出来 第二通过压缩 把这些feature 该压在一起的压在一起 该分开的分开 好 这就变成你的representation了 有了representation之后 你后面 该干嘛干嘛 对吧 要去做 你要去生成再auto-regress回去 生成网络 还是去做分类 直接告诉我是苹果和桃子就完了 对不对 做简单的事情 就有理了 对吧 所以这至少现在我们认为 是分成了这三类 实际上跟我们现在人类一些function很像 对不对 因为我在记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 对不对 对吧 是detection recognition 还是要把它画出来 对吧 苹果桃子再画出来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看见了就看见了 我记下来了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所以从这个框架也是把这个整个这个流程 它的一些数学的function给它分解出来了 就不再是一个N2N 大家都有一段时间大家这个生动网络都说N2N N2N从practice角度可能还真的还挺好用 对不对 我也不管嘛 我的目的就是把这个黑盒子训练好 对不对 但是从理解的角度这个很糟糕 对不对 它把好几件事情砸在了一起 揉在了一起 对吧 所以希望我们这个工作呢 希望就是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新的一个framework 你能把这几件事情分拆了 而且知道它们在相互关系 而且为什么知道它们是必要的 每一块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 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你现在可以去分析 可以去了解 可以去设计了 对这个意思 对吧 谢谢你 那马尼老师刚好轮到我问问题 也跟这个刚好你讲的这个有关 就说 对 如果我们现在就说 考虑到有两层这个神经网络 然后第一层网络 因为你刚刚也提到说 我们还不知道一个神经元做什么 我的猜测 我们也可以讨论 就是说 那到底神经元 每个神经元 它的功用 到底在整个这个deep neural network 里面 到底它在干什么 我认为可能有两种 两种不同形态的 这种神经元 那我们以第一层 假设第一层网络结构 你说在抽feature 我认为说 每个神经元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原始 高位空间里面的一个切割平面 你刚刚讲是说 因为从数据去学 这种near is never 你可以说一个新的数据来 我可以跟现有的数据去比 谁跟我最近 我说我跟他像 那这种计算当 这个非常的coastly 但是一种你可以跟那个切割平面去比 他到底掉在这个切割平面的哪一边 正负或01 来决定他在这个高位空间里面的哪一半 那所以呢我认为一个神经元的输出 就告诉你这个切割平面的哪一半 然后基本上就对他做的一个encoding 那我可以加 叠下来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就等于我在这个高位空间切切切切切 一直切 我当然可以切的很碎 或者切到一定的程度 让我任何一个input data 我可以encode他 就因为输出就是01 0101 0101 正负正负 那基本上告诉你在这个高位空间 掉在哪里 这个这个点 那跟他那个周围的数据 可能他的label是接近的 那这是一种我觉得 可能神经元的数学模型 就是高位空间的切割平面 用来做encoding 第一步先encode 那第二层的神经元干什么呢 就跟你讲的一样 那开始来拉 对 就是近的地方想拉远 远的地方想拉近 就你希望能够 create 一个比较discriminative的low level low 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 然后甚至还正交 对那第二层的神经元 你可以这样来设计 就干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如果这样来考虑这两层 他就可能变成一个 universal的basic building block 而且用你这整套forward去键 那我在想 如果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我们现在又 基本上是white box的 对不对 我们就完全理解这样 一家可以干这么 基本上就可以任何 不管多复杂的数据 我可以切切切切 切得很碎之后 再各自manipulate这个subspace 那哪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manifold 我其实都能够把它discriminate 分开 对所以就跟你讲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完全就align在一起了 然后呢 我在想如果在这基础上 我们再去搭下一层 包含这个resigil残叉 例如说你在往下再传的时候 先做个resigil 然后再往下 对就是压 该压的压该张的叉 对对对 这几个呢 我觉得可能就已经是 大概是fundamentally 就是说解决了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而且你刚刚也提到说 你现在是forward键 其实forward键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说你可以deal with small data 对不对 因为现在deep learning 大家说要非常大数据才学出来 现在就是说你不管数据多小 你都有一个非常好的 initial的model 对所以你可以做future learning 你懂的是吧 或者small data的learning 同学们记住 对不对 对我因为把一个东西识别错了 我不会把我的色谋上的filter 改改 对没错 对不对 对对 或者是前面的process没有改 对没错 而且世界上这个生物就是这么学 我其实就是一个一个sample 来的时候就慢慢去见这个内容 对 而且你还是可以之后 再用back propagation再require exactly 就是说我告诉你同学们 对不对 这就叫individual学习 跟species学习是不一样 真正的global的back propagation 发生在species level 叫natural selection 适者生存 不适者被淘汰 就这么简单 这是唯一的做整体优化 这是在reinforce learning 对这个很残酷的学习 这才是真正的top down的end to end的学习 但是对individual来说 我的网络已经固定了 对不对 而且数据都是往前流的 几乎没有机制 我是能够对前后再去调的 对不对 所以他只能通过哪些东西能吃 哪些东西不能吃 他必须通过他的网络 哪些东西跟哪些东西不一样 马上就要学到这个东西 这就是一个forward process的过程 对吧 就要把这些feature分开了 该分的分开 该拉开的拉开了 文艺刚才讲的非常重要 对吧 说到第一层feature提取 这就是整个压缩杆子的领域 就要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 你看我们用random filter head数据 实际上就是文艺刚才讲到的 这些case 实际上就是在做这些些平面 对数据做不同的分类 实际上就在做一个neighbor 那时候谁跟谁进 根据这些feature抓出来的谁跟谁进 就已经分类好了 分道好了 而且压缩杆子的理论就是告诉你 你需要如果你知道 x的内在结构有多少维的话 你需要的k的个数大概是多少 就在做这个事情 就你要的resource是多少 所以我们在计算 所以我们经常在google有钱 对吧 公司有钱 他不关心resource 但我们做理论的非常关心两件事情 一个叫statistical resource 一个叫computational resource 对吧 statistical resource什么 我需要多少个sample 就够了 对吧 所以这个多少个k 我的四网膜上需要多少个filter 就够了 对吧 生物没法浪费不起 对不对 我们不是google 对不对 他可以先用10倍 最后再降回来 生物没有的 你就早死掉了 对不对 你花那么多劲 或烧那么多电 费那么多粮食 对不对 你早就死掉了 对 所以这是一种用最少的filter 最少的feature 使得我能分开 就够了 这件事情就是压缩杆子要做的事情 正好就是feature selection 整个一大套理论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书 前面都在讲这个事情 那么后来就是说 那么这些feature提出来之后 我再对它进行整理 对不对 该压在一起的压在一起 该分开的分开 这就是第二层redu在干的事情 对吧 把这些discriminate feature提出来 而且把它表达的非常好 非常有效 变成线性的 所以以后我可以线性叠加 对吧 我可以superimpose 可以linear interpolation 都可以做 所以这是第二层 第三层才是说 我把这些知识学到的东西 我以后怎么去用它 用一个class 可以用一个 它可以用一个其他的东西 对 这样就是一个比较universal的一个framework 而且每一层都有自己的principle 你在什么条件下 你能做什么 所以你看神经网络的宽度 就是多少个filter 这就是statistical resource 神经网络的深度 就是在做优化的迭代次数 这就是你的computational cost 对吧 zebra fish 可能也就能够forward10个 对吧 鸟几百个 人可能几千个 成了不起了 对不对 所以它学到的reputation会更好 但是呢 That's it Everybody do what it's given 对不对 但是这个机制就告诉了 我就使用很少的sample 对吧 我通过一个很natural的 乾坏的过程 就可以把这些参数学到大概七七八八 对不对 我只要80%是对 我可能就survive了 对我不需要像Google去fit i interpolate的百分之百 对不对 No I don't I don't have to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变成 这是完全不同的计算机理 而且你有extra 这也不矛盾 跟back group也不矛盾 你要有extra的时间 extra的computation 你能够有这个能力 对所有的参数同时调的话 Go ahead 对不对 这个网络一样可以去 通过这个自然选择去调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对 所以这个framework 大概把 就说大概很多这些piece 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 就是很多话 我就说这个更像是一个framework 对吧 我就说这个大象 你开始知道每一块 它在干什么 而且都是necessary OK 由不得离变化的 对 你要把这件事情能做 你要有face 你的数据有地位 结果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它是必须得这么做 由不得离选的 对 对 对 你越推导越发现 这个由不得我满意 不是我满意 所以为什么我用first principle 就是说这是由不得任何人意思为主 对 对 而且你这个也解决 从一个角度解决 现在在深度学习 大家在做model compression 我以前在字节的时候也是一个策略 就训练一个非常大的模型 但它的精度非常高 但因为需要在端上 这要手机上 那就需要做压缩 再压下来 但其实我觉得 你这边从这个compression的角度 这种coding rate reduction这个角度 就会找到一个更最compact的 然后最efficient的一个representation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本身来讲 这个是一个更principle way 所以这也是一个优势吧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 大家就不用分布手 对 就是说你想象 这个zebra fish不会等到你 在你Google训练了一个 这个粘米其他训练完了 我再trim到几十层的这么一个 再去教zebra fish怎么分这些东西 对不对 它没有这个机制 对不对 而且你看现在我们的实验很多 都是很小的sample 这500个trade的sample 就完了 找十几个channel 这都不是最优的 我们就糊糊找的 其实就是对吧 十几个channel 然后就分开了 而且都是把这些feature 都把拉到镇交的 这知道 就得到一个prototype 明白吗 就这500个sample 我得到一个perfect的recognition 它未必最好 对不对 好我就记下来了 然后你想想你要 另外有500个sample 你可以再打一个网 你就有ensemble 你可以有森林 对吧 tree 什么都出来了 你再去aggregate it is up to you depends on your mechanism 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生物都survive 他都能够找到一个 通过他看到这 instance 都能打出自己到目前为止 最好的一个网 ok 对吧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空间 也不知道是不是 他就是数据autoregression 对吧 你心来了 跟我原来的东西有多像 对不对 如果不像 我把你拉开 像的话我压到一起 就完了 他现在做最basic的事情 而且用的资源是最少的 他不会extra的 对 你用不着太多的 如果我有extra 我增加一个channel 如果我有extra的成功 我增加一层 对吧 它是一个incremental的东西 对很有意思 对对 而且它是一个整个白盒子 我有更多的资源 我就多做一层 有更多的资源 我多做一个channel 没有我就拿倒 但是这个principal 还是principal 我每一层还是希望 我把这个rate 我这个导的reputation会一层 比下一层更好 就这个意思 对 你以前完全是limited 对不对 你只能去n to n 所以这个整个back propagation 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因为你的模型是个backbox 你不知道该在哪里update 你明白我意思吗 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我只有 只要一个input output的这个relationship 对吧 所以我只能对所有的参数 进行规定 你自己把自己corner 在那里面 对不对 但是现在完全不用 你知道有了这个principal 所以我就说 你一定要很清楚你的目的 你想要什么 如果这件事情不清楚的话 你就只能玩配合 对不对 试一试 试到哪儿去哪些 work了 发片文章 博尔格拉导 明年咱们再来 就是这个模式 对不对 就是try error的模式 但是现在至少我们可以 真的可以做很多educate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可以就 不同的优化策略了 网络的architecture 实际上就可以直接体现 我不同的优化策略 这一类 那一类 加速不加速等等等等 对吧 momentum normalization conjugate 对不对 200年的优化 对不对 up to you guys 对不对 现在我们做了规定设计 对吧 200万优化的什么momentum 对吧 in first order second order it's up to you guys really sky's the limit how do you build the network redu network 只是 the arguably the simplest the most laive 规定设计 对 是的 对 马尼老师 我是非常非常相信 你这个framework 绝对会对deep learning 起到一个非常fandamental的 一个颠覆 包含在设计网络优化这个算法 我觉得都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就我就最后一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当然也轻松一点 那我们就 那当然就说你这篇paper最近被icml 虽然有四个 这个审稿的人都接受 但最后又被拒了 然后呢 他说基本上你这个first principle 还没办法解释很多其他的trick 这个当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你觉得是说现在他还有在哪些方面不足 所以就说你觉得他们是不是他们的 opinion是不是有道理 那第二呢 我觉得也让大家能够知道说 还有哪些可能还可以继续impo的空间 对 实际上最大的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这只是一个企图 对吧 而且这个网络是非常basic的 所以我刚刚提到的 实际上我们在 为什么后来我们很快 把full version写出来了 因为你不可能八页的东西说的 包括那个airchair提到 我们好像没法去解 什么什么我们的pooling也没弄 projection也没弄 对吧这些东西 这是在干什么你也没解释 很简单 这是在做projection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文章这个full version 讨论到很简单 这些东西 都是一些工程 或者是一些这个 把这个网络的efficiency提上去 他也提到就说好像我们的performance 他没想到就 他是把apple跟orange再比 对不对 你用很少的sample训练的网络 能用六万个训练的来吗 就说这件事情的优势 他没有承认 他没有去体现 他没有意识到 对吧 就说因为甚至在做不同的事情 你非要另外把forward跟backward去比 也没法比 这是不同的计算机制 对不对 但是你真的是我们 我们实际上已经训练过了 现在 就是你完全可以把这个网络 如果你允许back propagation的话 你当然可以去fit所有的数据 他一样有同样的capacity 对吧 他结构跟传统网络没有任何区别 对吧 我们都认为那个point 都不是好make的 但是他认为这很重要 那么我们就做 对吧以后 所以这从这个整个的 要做的另外一个就是说scalability 因为像lock determinant 对不对 在求导对吧 的时候的计算量比较大 对 当class比较多的时候 现在虽然也是线性增长 或者creatic增长 但是当你的类别一多 这个目标函数的计算量会比较大 比传统的 那么现在我们也在做新的方法 对 有很多新的好的 这里面就是 why do you scale this up 对用普通的 一旦你知道该算什么 你就知道该怎么去近视这些东西 对吧 近视的非常好等等等等 对吧 这也是 就是说在push 整个这个网络的capability 和这个practical performance上面 应该还有做的空间 但我也就提到了 不管是网络的结构 还有各种additional的工程的 投影也好 normalization也好 等等对网络性能的提升 都是很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的 这都是下一步需要做的 我们相信对我们非常confident 这是完全不是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实际上我更看好 更大的东西是这个网络带来了新的计算机理 对吧 从backward变成了forward等等 新的计算方式update网络的 而且保持以前学到网络的一些性能 比如说incremental learning 不会有catastrophic forgetting 有这些优势在里面对吧 就说你有些东西只有学一次 不告诉你同志们 对不对 苹果有一个机器学会就后悔了 这可以是其他机器都应该认识苹果了 不用再去下次这些image 你run一遍 我run一遍 你算了模型跟我模型 没啥区别 都没法talk to each other 对不对 就是我以前学到memory 我以后可以重处使用 现在是这个网络有这种优势 这个还有就是说更大的优势是在unsupervised 在这个网络这个框架下你就发现对不对 π和z都变成变量 对不对 supervised semi-supervised self-supervised 都是只是告诉我的 起点不一样而已 我对π知道多少 对不对 但从我们做优化的人的区别 没有任何区别 区别就是enshow point有多少而已 对不对 但是对于找全局最优的解决 那些事情一点都没有改变 你给我information 给我π也好 不给我π也好 我反正都要找到全局最优 对不对 我的目的都是这条路 明白我的意思吗 只是有π 我这个事情容易一点 没有π 我的花的劲大一点 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发现实际上整个这个框架 对整个learning对吧 至少在数据的表达和分类具类表达上面 提供了一个完全统一的一个framework 唯一的区别不同的learning setting 也只是对于这个优化的initialization不一样而已 一来意识到这一点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当然我们设定成的优化策略会不一样 对吧 alternating minimization 还是同时的update 或者是有一边update多次 另外update少 we don't know 对吧 因为这是一个非图的问题 对吧 对π和z的优化 怎么alternating 什么样的优化策略 minimax then up to you guys sky's the limit 但是目标everybody一致 我们都在数这个多少个球 就这么简单 大家都在数球 谁的球越少 谁越好 或者谁的球越多越好 that's it 对吧 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表达 只要维度一样 你的representation跟我alternating 完全可以很客观的来比 就由不得你吹牛了 对不对 你说你的好 那好 我们就比这个量 对吧 你的指空间 你的分的更开 还是分的不开 但有一个非常客观的物理的量 统计的量可以比较了 对吧 以前你通过这些accuracy 都很多东西砸在一起 你根本就不知道 对不对 到底能不能transfer 到底鲁不鲁棒 到底怎么怎么的数据便便 都不知道 大家都是在拼这个emperical performance 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 实际上是非常没有什么 太多的帮助的 对 有很多启发 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具体的帮助 对 希望这个回答你的问题 实际上这里有好多 我也觉得很exciting 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starting point 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一点 对吧 如果这个airchair 看不到这一点的话 我没办法 但是至少我们看到 对 这个我也想在harvard 或者上次也在这个 羊老空也让我在NYU 给了个talk 实际上Benjo 那个 Benjo 也让我 可能再过一个月 要去这个MIDA那边 给个talk 对吧 现在大家对这件事情 关注的很重 很多年轻的美国这边的很多年轻的教授 我知道 几乎 只要接触到的地方都converted to this framework 现在都在做相关的工作 对 所以希望对同学们也有些启发吧 对 对我觉得在座有很多这个博士生 这个肯定看到这个非常好 非常多的新的这个研究的课题可以做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必须停在这里 让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感谢 这个马亦老师今天的精彩的演讲 学到非常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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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或者联系我或者我学生 好吧 但是我是希望你们把talk好好理解一下 这里面的信息量很大 还有这个文章里面的信息量也非常大 涉及到很多很多领域 很多很多专业知识 希望你们能够这个深入的把自己搞明白之后 对吧 形成自己正确的看法 对吧 还有很多可以发达的地方 这只是一个very basic的一个起点 OK 好 谢谢大家